大家好,我是真士军 公元前270年 孟子首次提出了 耕者有其田,民有横传的思想 让他在千百年来 人民心中成就了圣人的心象 但遗憾的是 2000多年的历史更迭中 不仅没有一个朝代和君王 真正的把这句话落实下来 而且还称了起义造反中 忽悠农民支持的大兵 直到1929年古田会议 教研在定义中国功能红军时 便提出了 红军是一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 而非一支为了打仗而打仗的队伍 而这里面的政治任务其中一项 我们解读一下 就可以理解成是完成孟子的 耕者有其田 而随后去落实这项政治任务的手段 便是土地改革法 它一举端掉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那这场土改运动是怎么完成的呢 它跟解放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吗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聊一聊 让大家吃饱饭的这场土改运动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能发现 其实曾经有很多人 都提出过让人民有田中的口号 比如太平天空运动中的天朝田母制度 终究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根的话 民国思中山先生也提出过 平均地权让根者有其田的口号 但都因因种种原因没有做成这件事 还见这项推翻2000年土地制度的运动 难度之高 阻力之大 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 地主和贵族们不愿意 在农根社会中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 土地就是粮食 而粮食就是生命 而过去的封建土地所有之 土地都掌握在少数地主阶级之中 如果想种粮吃饭 那便要去地主租土地 租农具 收成以后大部分粮食上交地主 还要上交国家人头税 剩余农民少中能养家糊口都够强 而地主却因为拥有大量的土地 却可以坐享其成 所以更换土地制度 农民是高兴的 但地主肯定是不高兴的 而历史的车轮 必定会碾碎那些不合时宜的旧制度 完成了大部分地区解放后 教员便把中心 从武装斗争转移到了阶级的人中 而首当其冲的 便是解决农民阶级的土地问题 1946年 在当时的解放区 教员正式发布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俗称五四指示 主要内容就是把曾经减足减息的政策 直接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 实行耕者有勤田的政策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便开始在农村地区掀起 农民们在解放军的支持下 从地主所中接收地主的生物 农具 房屋 种子粮食等等 按照人口 部分男女老幼 统一进行分配 并确定了地主 富农 中农 平农 四个阶级 只要被划分了地主 那你的所有财产 都将被国家没收 然后重新进行分配 当然 这场运动叫斗地主 并不是杀地主 地主本人也会受到一部分 和平农一样的生产资料和财产 而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土匪 或者参与过迫害人民的坏地主 也会好不有情的直接枪毙 简单来说 教员用手中的枪杆子 帮助广大人民群众 重获了新生 得到了自由生产和吃饱饭的权利 那有朋友就会问了 可这场土改运动 跟解放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 众所周知 国民党政府 它是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 农民在他们眼里没有任何价值 他们和我党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个团结工人农民 一个攀附老美 所以当我党站在广大工人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时 自然会选择拥护 而不把农民当回事的老奖 也自然会被抛弃 当解放战争打响时 解放军以摧枯拉朽 只是一路向南平腿 而背后推动的力量 这是质朴的百万农民 他们推着三轮车 划着木船给战士们送物资 拉武器 让解放军的后勤工作 无任何后果之忧 更有甚者 为了更快的赶跑国民党 纷纷的加入到解放队伍里面来 大家也想得很简单 把旧政府赶走 留下共产党就能给我们分到土地 农民就有地可种 有粮可吃 到了1950年 全国都基本解放 五四指示也正式更名为土地改革法 在全国推行 大家开批斗大会 纷纷烧掉自己和地主的契约 批斗地主 并公平丈量属于自己的土地 拿到自己的道种 脸上无不洋溢的笑容 也正是这场教员发起的改革运动 彻底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 践行了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讲的 耕者有气田 真实地发生在了中华大地上 让百姓们切实看到了民主 真实军认为 新中国之所以叫新中国 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时代 更是废除了过去的那些不好 重整了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 让人们安居乐业 不再是纸上的一段文字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听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一家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